Helick Helick 但是 有些 還想靠 喉的感覺 好 這個 所以 再調低 這個 就要拉過了 跟他們 夾鬥一下 追得到了 沒問題 這個性能OK 油門 是不是大了些 最低失速速度多少 最低失速速度多少 最低失速速度 拉一個長直線 試一下 你加了FPV加了座位之後 加了座位之後 大座位 嗯 都會出現 Helick 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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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藏多了 我會被人反映的 沒事啦 這麼小的 都每晚去的 哇 可以啊 輸個長點 其實是夠用的 這麼小也不行 這麼小的機 這麼長 它很大 哇 速速速度很低 輕而已 到時候加了東西就不一定 但是現在還是差很多力 嗯 速度 速度起了 始終又這麼快 用個大來去獎 不是不是 它EPV上面沒有 沒有做夢皮 5030來的 最大它才是 沒有做夢皮 最大些電流 越小隻飛機 閾掣係數越高 火箭 它拉得多高 哇 有隻快刀 可以飛得很快 一定要有做夢皮 好像最多差過80 五米幾 八十而已 八十而已 嗯 之前有個米三幾 可以飛得百五 有 有 有些標更快 木頭機 對呀 超超出範圍 它的節奏機很小 好快 很多 小火箭 可以飛那麼久 有些小火箭 都可以了 欸 噢 還沒調到ESP 噢 沒炸樹 看 最少轉換半徑 可以喔 真的 敷發器裡面玩都可以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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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小半徑 不過 照計 收了油 哪怕撞了樹 都沒什麼事 這麼小 很輕 你一直錄著嗎? 對呀 只有你吧 不知道啊 還有降落一點 嗯 外傳肯定夠的 不差一點 只不過錄出來 它究竟有沒有用 就是 我怕煩給它 我怕煩給它太大了 這個速度 真是流低流低了 我覺得 不是 我想看它失速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我想看它失速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噢 會螺旋喔 哈哈哈哈 噢 會螺旋喔 再搞一下先 在正中間搞先 好呀 夠高了 來吧 這個螺旋 好像沒有夠的 動力夠 還可以呀 心肝蓋出 我覺得沒什麼力夠的 就應該差不多 就應該差不多 很耐心啊 我就變了 還沒加東西而已 加了東西 直線落 好呀 看來聽下去沒什麼力了 追一下這隻隻隻 是蝙蝠來的 是蝙蝠來的 這個中數出來應該是蝙蝠來的 不知道啊 飛動員 我還是說接收機 是呀 是蝙蝠來的 是蝙蝠來的 是一些詭異的飛行路線 是蝙蝠來的 不要這樣 還是蝙蝠來的 誰會覺得蝙蝠呢 還 despite蝙蝠點 差一點ien 時是上 stroll 好小 够够够,小心前面有人 不怕,我们来